第二屆現場杯社區長者桌遊PK賽 24號上午在小巨蛋盛大舉行 今年除了桌遊、象棋賽事之外 還增加台灣傳統桌遊 也就是賽十八道啊 現場超過千人一起來闖關玩遊戲 現場學生衛也特別到場和長輩們一起玩下棋 陪老人家們度過美好的假日時光 全國規模最大的桌遊PK賽就在花蓮 活動邁入第二屆 24號上午在小巨蛋有上千位的長輩們齊聚一堂 要來玩遊戲、秀旗艺 還有挑戰手技甩十八道啊 市長巡政會表示 透過桌遊近在 讓老人家們可以動動腦、動動手、活絡身心 而今年還加入古早味的傳統桌遊十八道啊 讓老人家們可以回味當年 3、2、1、7、3 6點 不好意思,你只有參加獎而已 我們的老少、同學、親儀、共照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幸福花蓮 讓我們的長者可以得到最好的身心靈富足 而且不斷地處處 生機蓬勃 讓他的生命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色彩 去年同樣在這個地點 哇,真的是人山人海 所以為了不讓我們的長者 這個受中車勞頓之苦啊 今年八月已經在我們的玉林 先行舉辦了南區 不過看這個盛況啊 我們可能明年要辦北中南區啦 3、2、1、起啟動 哇 第二屆現場被社區長者座遊PK賽 有32隊大小棋王來對譯 48隊輕盈協力要玩桌遊 400人要來散十八道啊 家庭主則是來闖天關 逛福利市集 現場超過千人共同响應 現場區中衛也下場 和老人家們下棋對議 大家都充分動腦 也玩得十分開心 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 也希望桌遊活動 可以推廣到社區部落 讓老大人們平常就有多的機會 可以活動大腦 不僅增進生活樂趣 也可以預防失智症發生 這位如宇慧 華蓮師報導